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公里越野 射击 攀登 驾驶 乐障 这些是特整兵的基础科目 也是我每天的必修科 我感觉作为特整兵连自己的看家本领都练不好 那还不如回家卖白薯 14年的军理生涯让我掌握过了所有特整兵技能的同时 也留下了一些伤痛 说实话 哪个特整兵身上没有几处伤症 干特整兵又苦又累 还落下了一身病 有的人说 太不知道了 但我认为 只要够热爱 只要够喜欢 再苦再累 也值得 下来 我们就分组进行实弹射击 第一组 带动 加油 走 头部 走 动油 第一组 装弹 上骨枪上 起在肩上 威威曾获得果狙击枪 步枪 手枪组合精度射击全履第一 有着步枪一百米 十发子弹 一百环 手枪二十五米 五发子弹 五十环的成绩 也就是正前方 谁也没有想到 队长卫威第一次打把 对着固定把射击 结果没有一颗子弹上把 向无运方向 也就是直直拔道方向 就怎么样 最重要的还是心理素质不过关 当时别人把枪一开 我就非常非常紧张 结果一刷子 把极发子弹打出去了 结果打了个光头 魏威入前是体效的一名优等生 中场跑第一 六十公斤散打第三 他以为自己到部队能够大前伸手 没有想到刚刚熟悉了环境 就生了一场大病 在旅卫生队和兰州军区总医院之间辗转了两个月 持续发高烧 烧了十天 每天的话都在烧到39度到40度发那样子 每天都在发烧 后来转移到兰州区就住了二十天一月 新兵的时候 别人都训练了正常的训练两个月 我只训练了一个来月 从医院返回部队 韦威第一感觉就是 和童年入伍的战友有了很大的差距 首先是他们都变黑了 变壮实了 而自己却变胖了 变白了 其次是训练考核分数的差距 尤其是射击还拿了个灵带 以至于新兵下连时 没有一个战斗班愿意要他 当时就没人要我 因为射击打了光头 然后其他的体能科目和其他的新兵差距比较大 因为训练的时间比较少 再加上其他班的任务是个病号 感觉可能身体会有些什么原因 会容易拖累他们一些班牌 所以说话就把我 没人要我就放炊事班去拿 在那做饭去拿 原本想着可以在战斗班草枪弄炮 没有想到却在炊事班耍起了锅碗瓢盆 巨大的新米落差让韦威在老乡们面前 有些抬不及头来 他甚至一直都瞒着家里人 就在他极度失落的时候 推示班长黄健的一番话 让韦威幡然醒悟 我就告诉他 我一样当特务兵啊 就要进天狼突击队 因为天狼突击队是特务兵里边的特务兵 但是进天狼突击队第一项要求就是体能要达标 因为体能是超面专 特战旅八连一直以来在作战和比武中 凭着机智勇猛果敢被誉为天狼突击队 这支队伍是钢刀上的导人 特种兵中的特种兵 是每名特种兵心中最向往的地方 威威想进入这支队伍 必须得有两把刷子才行 当时自从我的感觉 唯一目标就是能走出推示班 进入天狼突击队 不是说我想天狼突击队这个单位不好 是因为我感觉天狼突击队这一块太诱人 因为这一块才能好像能实现我的目标 能实现我的价值 为了实现目标 威威在推示班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起床 推压铃 举杠铃 中午坐板之举 点脚板 晚上愿体能 每天一个五公里 打半小时沙袋 三百个仰卧起坐 两百个卧撑 五十个康人蹲下起立 一小时倒立 他呢就是 反正不管有没有人督促 他是能够很自觉的 很这个给自己三百家点 威威平时做饭 你不忘记练习体能 切菜增加万力 油面锻炼臂力 起菜锻炼腰部肌肉 实在不具备锻炼条件时 他还自创了一种意念的锻炼法 这个意念训练法 已经用我现在的想法 它就是一种回忆式的训练 把白天的训练内容呢 或者把自己训练过的内容 在利用晚上或者利用后一时间 闭上眼睛把它回顾一遍 把动作要领啊 和一些细节性方面呢 把它考虑清楚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当年年底的全旅体能考核中 微微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匹黑马 一举获得了四百米障碍第一名 紧接着又拿下了五公里越野第二名 在我这个赤日班 这个几年的一来 从来没有见过赤日班的兵 能有这么好的素质 有这么好的成绩 凭借着傲人的成绩 微微一下成为炙手可热的兵 军武科主动来找他 天狼突击队队长也盯上了他 考核结束的上天晚上 他终于成为天狼突击队中的医院 三干联队的荣誉 这时候让我感觉到这个联队啊 历史厚重 联队呢 有很多的战斗英雄 也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 更多加深的 我在这个联队 一定要好好干这种愿望 加入天狼突击队之后 微微发现 要在这个集体中立足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狼突击队的训练内容繁多 盘灯 滑降 架势 各种射击 都是他在吹噬班 没有接触过的 这让一直以来 以体能现场的微微 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入的压力 连长当时讲 我培养的是战斗员 不是运动员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很过硬的技术 就无法融入这个联队 所以说这个压力也非常大 也是激励我 一定要赶快抓紧时间 好好训练这个技能的 微微开始恶步训练 特种射击 他重点面稳定性 车辆驾驶 他专攻那些危险性高的科目 盘棉训练 他专闹队里的高手较量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就熟练掌握了 特种兵的必训科目 跳伞啊 游泳啊 驾驶 射击 野战生存 当中这些科目 已经按照要求 全部都落实完了 还简直超一些标准 两年的刻苦训练 微微成为全旅公认的特战精英 在特战旅 他是六级金子兵中的南州外 参加集团军特战专业比武 他勇夺第一名 参加兰州军区岗位联兵大比武 他拿下了特种作战专业的金牌 凭着这些优异的成绩 2006年9月 微微作为优秀的士兵骨干 被保送到西安陆军学院上去 重归狼群 他能否通过上级的考核 强强对抗 身受重伤 他最终能否夺冠 在穿针引线中 他练就何种能力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微微天狼突击 从一名吹士兵成为天狼突击队的佼佼者 微微实现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目标 然而两年的军校生活结束之后 回到天狼突击队的他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从一只凶猛的独狼 变成智勇双全的头狼 率领群狼 创造新的战技 成为了微微新的目标 手部拉超多半过程中 手呢要适当向前 保持一定角度 两眼要斜向下 看四十五度 这样可以提前选择着陆点 当兵的时候是个尖兵 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了干部之后 带上一个机器去全面发展 这可能对我的挑战比较大 军校毕业后 微微卯足了劲 向头廊发起了冲锋 一营长是全旅公认的四会教员 他带着自己的教案一条一条的请教 作用科长擅长组织示范教学 微微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 让他挑毛病 那个时期啊 满脑子全都是 我如何去把这个教学搞好 我搞了教学过程中 哪有问题 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说梦话 靠着这股不认输的劲头 微微独立成为会讲 会教 会示范 会做思想工作的优秀教练员 并成为全集团军第一批 自会教练员 2012年 微微出任了天狼突击队队长 他成为了这只狼群 淋浮其时的头狼 他这两年 在连队的建设中 应该说起到了 很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 自身的模范作用 和形象赶召了官兵 对加强连队的战斗力建设 练好手中武器 这个是有很大的 这个示范和引领作用 这是内蒙古 诸日核战术训练场 全军特战精英汇聚在此 展开一场 强强对决 微微带着他的狼群 连续比拼无偿后 在准备参加最后一个课目 突入研究室 跨骨意外拉伤 第二天的感觉 走路是一拳一拳的 走路都很疼 没办法跑 跑就跑不起来了嘛 但是没办法了 然后把封闭台打上 完成了最后的比赛 女士跟他交涉 说这个不能强行地打 这个对于身体的 障藏性太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有可能就是说 即使你打了这个 这个剧烈的运动 强大的这个凶电量 可能会导致呢 你这个不良反应 进一步加重 所以对身体的障藏性更大 可充满狼性的 威威坚持大的 刺针封闭后 又一次出现在了赛场上 要想当好一个特征 当成最好的奸命 你必须要不停地去 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 来欺负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威威凭着完全的斗志 和精湛的技艺 带领她的狼群 一举夺得了 反恐行动 突入营秀课目的金牌 平时在天狼突击队 威威还有个外号 叫威才凤 特战队员勉强度大 所以他们衣服的磨损程度 也远远超出其他的兵重 每到休息的时候 威威总要组织大家 一起把破损的衣服缝好 她认为 让特战队员 学会缝缝鼓鼓的针线活 不仅能培养了 他们的自立能力 还能够牟利这些队员们 沉稳的性格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 重要的是 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 威威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出身 无论你现在在干什么 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 只要你没有放弃 自己的人生理想 只要你始终不抛弃 不放弃 一步一个脚印的奋力前行 成功的曙光 终会出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提醒对抗 首次参加 完胜对手 为何却遭到指挥员的指责 第二战场 压力空前 怎样的方法 更可保持清醒 实现零务场 军旅人生 下期未免不突 陶飞哥 冲锋在特殊的战场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